爱这个字 在中国六叔里都叫婚姻 你看到这个字的样子 你能够体会它 它什么意思 它从瘦从心这个文字组织起来 它有心它有瘦 以真心感受为一 真心感受是爱 说明它不是忘心的 真诚心的感受就是爱 真诚不太是 真诚心有多大 它包虚空发解 大臣父发讲 先包太虚 是两周杀机 爱是包容的 爱是能忍的 爱是慈祥的 爱没有嫉妒 爱也不夸张 爱不自大 爱不做无理的事 非法的事 爱心是清净平衡的 人要真正懂得 业心专求净土 这叫真真救护的人 真真明白的人 真真有智慧 真真有福报 真真的自卖 没有遇到这个法门 那就不必说了 你没这个缘分 遇到这个法门 与人去做 善根去做 负责去做 应援去做 现在的问题呢 就看我们自己放不放下 自己能放下 就成功 这三个善根 负责应援 就圆满了 如果我们有丝毫放不下 你还让这个机会 错过 这是对自己不尊重 对父母不孝顺 对老师不尊敬 因为 祖宗 父母 老师都希望你好 好到究竟圆满 就是成功 今天是出席 我在此地 公主 祝为同学们 心里如意 发喜 充满 祝我莫足 碎碎平安 仲下奉行 念念如意 恭喜 各位同学 我你好 我好 我不认识 祝我 在这里 这个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